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文实版 在马克图温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中 女主人公由于杀人被推上了被告死 而对她进行审判的不是法婚 而是十二位陪审团成员 马克图温在小说中对这种陪审团制度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那么这一在英美法系中被普遍採用的案件审理制度 起始于什么时候有着怎样的乱暗色色 他真如马克图温在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荒唐的笑话 本期西方民著中的法文化 复旦大学郭建教授将为您讲述《黑审团》 这是西方文豪影响的经典人物 这是发生在一流过他乡的精彩故事 面对王位记者 财产纠纷 自杀他杀的中有法律问题 不同文化背景下会有怎样的影响 请越知道透过经典品文化穿越国度探法律 复旦大学郭建教授将带我们探索西方民著中的法文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美国作家马克图温的长篇小说 叫《镀金时代》 马克图温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短篇小说 他的长篇小说只有这一部《镀金时代》 而且这部《镀金时代》还是他和别人和谐的 这本《镀金时代》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高 因为他是和谐的 两个人的这个文风或者整个机构体系上不是很融合 但是他把十九世纪末这个美国社会描写为《镀金时代》 在整个美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整个从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社会就被称为叫镀金时代 这个长篇小说本身故事并不很复杂 讲的是美国有一户人家收养了一个 因为传难事故而流落的孤儿 一个小姑娘叫罗拉 这个小姑娘罗拉 父母都在轮船爆炸事件当中突然去世 被好心的好金时家庭收留 在好金时家庭成长 长大了以后出落为一个远近文明的美女 以后他就利用他的美色 逐步逐步进入到华盛顿政界 成为华盛顿著名的一个娇气花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和一个赛贝上校发生了感情纠葛 赛贝上校是一个已婚的男人 作为一个成熟男子 他和罗拉发生恋情 然后两个人同居了一段时间 最后又不能结婚 赛贝又不辞而别 罗拉被这个父亲人抛弃以后 伤心欲绝 过了几年以后 两个人再次相遇 罗拉就决定要对这位上校进行报复 最后他拿了一把手枪 在众目睽睽之下 大白天一枪击中了赛贝上校 因为伤重 送到医院不久 赛贝上校就去世了 罗拉也没有逃走 当场就被抓获 成为轰动一时的美女杀人案 在这个小说里面 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罗拉这个案件 他被控杀人罪 关了一年多 他才上法庭 上法庭第一步 要领卷陪审团 那么这个小说完全用漫画的手法 来描写陪审团的成立过程 罗拉有很多有权有势的朋友 那么这些朋友呢 给他请了一个有头有脸的律师 叫布雷姆 这个律师个头很高 很能表演 也很有气势 那么他呢就开始在罗拉这案件当中 担任罗拉的辩护人 作为著名的幽默讽刺作家 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风格别具特色 他在杜金时代中 以极具夸张的手法 描写了律师布雷姆 为罗拉临选陪审团成员的过程 那么布雷姆都找了些什么人 来参与案件的审理 这些人又将如何决定 罗拉的命运呢 第一个陪审团团员的 陪审员的候选人上来 检察官和布雷姆律师都有权提问 然后布雷姆就问他 你认知吗 那个人说我认知的 你对死刑有什么看法 你是反对死刑 还是同意死刑 那个人说我不反对死刑 布雷姆就跟法官讲 我认为呢 他对我的当事人不利 他有固定的思维倾向 所以我请求这个陪审团 团员要回避 这个陪审员我不能要 好 这个就被否决掉了 第二个上来一个 认知吗 他说我只认大字 很大的字 报纸的小字看不懂 报纸的小字看不懂 布雷姆高兴了 我要这个人 布雷姆 一门心是要选的 就是不认知的 傻乎乎的 如果懂法律的 如果是有家境的 他就不要 而且这些陪审员的候选人里面 有些简直荒唐到 完全像玩笑的程度 其中有一个上来 他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在车站前面卖花生米的 卖花生米的 然后你知道这个案子吗 听说过 你认知吗 我认知的 你能看报纸吗 他说我报纸从来不看的 那些报纸都是胡扯 布雷姆高兴了 决定要这个卖花生米的 书记人拿一本圣经 要这个陪审员 首按圣经启示了 你宣示吧 结果这个陪审员听错了 五分钱 什么五分钱 叫你宣示 他说我卖的花生米 是五分钱一包 这个家伙是个笼子 他听不清楚 像这样的人 也要来当陪审员 所以这个人呢 后来就被取消掉 检察官跟布雷姆 控辩双方 挑选陪审员 整整花了一天时间 挑出四个陪审员 一个陪审团 要多少人 十二个人 好不容易 最后过了几天以后 才凑齐了这十二个人 那十二个人 那叫一个精彩 里面只有一个人 是读书识字的 看上去还有点样子 穿的衣服呢 也比较像样 这个人呢 是一个承包商 建筑承包商 我们就是一个包工头吧 后来才知道 这个包工头 实际上是布雷姆律师的朋友 其他人 十二个人里面 除了这个承包商识字的 还有另外一个人 也出世文末 另外十个人 几乎都是文盲 然后马克图恩 用讽刺的文笔写道 他说这些人 一个个脑门都是滴滴的 脸层都是阴暗的 都是不知道哪里找来的蠢货 我们所谓自由的保障的制度 马克图恩在这里把这个陪审团写得像白痴一样 布雷姆律师在整个辩护当中 在整个审理过程当中 反复向陪审团灌输 罗拉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女人 而这个塞尔贝上校是个多么坏的恶棍 如何的引诱她 跟她非法同居 一个有妇之夫 引诱一个美女大姑娘 然后还把她无情的抛弃 所以罗拉再次看到塞尔贝的时候 她的心已经碎了 她的绳子已经不清楚了 她的脑子已经不正常了 那种复仇的欲望 是每个人都应该会具有的 讲的一个个陪审员眼泪汪汪 罗拉站在那里楚楚动人 一个美女 也是这些陪审员 陪审员十二个通事男的 一个女的都没有 也是陪审员产生巨大的同情 检查官的为这个案子很简单 故意杀人 毫无疑 所以她就非常冷静的 用逻辑来推理 罗拉对她有仇 有着杀她的动机 罗拉确实杀了她 而且确实是罗拉手枪里 射出的这颗子弹 要了塞尔贝的命 布列姆那边讲 塞尔贝在死以前 是罗拉开枪把她打伤的 但是塞尔贝在送到医院的一路上 不停的对救护她的人讲 我对不起她 我对不起她 这个她就女的她 说自己对不起 罗拉 塞尔贝自己讲 我罪有应得 然后在罪有应得当中 难难之语当中 最后毙命 他跟陪审员再三提示 罗拉唯情所困 因情发怒 因怒失去理智 在开枪的时候 绳子是不清醒的 所以他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这样的说辞 最后被陪审团一致接受 马克图恩为了 对这个陪审团进行丑话 他还讲这个陪审团 第一天在进行讨论以后 给法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 要法庭再查一下 塞尔贝上校是不是患有什么疾病 如果不受这一颗子弹 不吃这一枪 他是不是也活不长 没有几年可以活了 那么当然法庭只好 就调了一个体检报告 说塞尔贝上校在这之前 身体是健康的 死于非命的可能性不大 然后才把这个陪审团应付过去 陪审团又讨论了一天 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 罗拉无罪 当堂释放 这个案子就是这样结束 小说中的描写无比荒康 人命官真的大事 竟然交给十二个近乎愚蠢的人 来进行裁断 那么为什么一个案件 不交由法官来做最后判决 这种众人裁决的制度 有着怎样的由来 有着怎样独特的乱案方式 他真如马克图温在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 荒唐可笑吗 本期西方名著中的法文化 复旦大学郭建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 陪审团 马克图温在这里激烈批评的这个陪审团制度 实际上是英国和美国所谓英美法系特有的一种现象 它确实发生于英国 英国这个国家比较奇怪 1066年英国整个历史发生了剧烈的转折 从现在法国诺曼底这个地方 有一个诺曼人的国王威廉一世率领大军 征服了今天的英格兰 不是现在英国全部 就是英国布列迭岛的东南部 这一片叫英格兰这个地区 被威廉一世征服 征服了以后 威廉一世在英格兰建立了中央集权 当时各个地方都是封建诸侯 下面有贵族 贵族下面有很多原来的土著的这些村落 这些村落还是受原来的部族的领袖的控制 有了诉讼 要么就是部落自己召开会议来解决 这些称之为叫百户法庭 百户法院 一百户为单位 他们自己来解决自己的案子 如果有了争议的 请当地的贵族 由贵族法院来进行审理 国王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审判权的 在欧洲大陆当时大部分地方都是这样 但是威廉一世跟欧洲大陆其他军主有点不一样 他是用军事征服突然之间得到英格兰这个地方 所以他对于英格兰这个地方执行了中央集权统治 他宣布所有对于自己本地这个百户法庭 裁判不符的或者对于贵族法庭裁判不符的 可以向国王提出申请 由某些案件可以向国王提出申请 由国王派出法官来进行审理 那么这些法官呢 由他身边的一些大臣来担任 这些大臣轮流每年在英格兰相间的巡行 巡行到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有这个案件 他就停下来开始审理 那么问题在这里 这些法官连个法庭都没有 他是从伦敦派出来 到了这个村庄 那就在这个村庄找一个盆子 找一个地方就开庭了 他就没办法搞清事实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如果单讲道理 那他可以从法官 从法律 从道理这个角度来考虑 但是法庭审理涉及到事实问题 就这个事情 争议这个事实 究竟存在不存在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事实 法官都搞不清楚 那怎么办呢 当时英国就采用了非常简单的办法 到了当地以后 由法官挑选当地民众当中 任意抽12个人 这12个人宣誓 手按照圣经宣誓 保证说真话 然后由这12个人来判定 这个事实存在不存在 犯罪的事实 侵权的事实 损害赔偿的事实 欠债不还的 这些事实存在不存在 如果事实存在的话 法官按照他的理念 按照他的法律理念 来进行裁决 那么这种制度 后来就被推广开了 凡是由英国国王派出的法庭 对于案件争议事实的认定 就由12名被称为陪审员的人 来确定 打一个最通俗的比方 这个菜是这12个人做的 调味是由我来调 菜你们先做好 我那来交调料 这种法律制度 后来就在整个英格兰地区推广开来 国王派出的法官 他在各个地方寻刑审判 他们使用的法律原则是一样的 不受这个地方习惯的影响 所以后来就成为普通法 就是能够通行于 整个英格兰地区的法律 这些法庭就叫普通法院 国王的法官就叫普通法的法官 而这些法官后来逐步逐步 他就专职化了 专门这样寻刑 到了后来也不寻刑了 建立正式法庭 但是仍旧采用了这种认定事实的办法 法官把认定事实交给12个 经过宣誓的陪审员 审判过程都变成了两段过程 第一段搞清事实 搞清事实的时候 主要要靠的是陪审员 法官在搞清事实那个阶段里面 他只是作为法庭的主持者 他就主持这个审判 但是他不主导审判 他向陪审员讲 现在双方都在提交证据 你们怎么来辨别证据 他跟他们讲证据的规则 跟他们讲有些证据是不能提供的 有些证据是你们要注意它的非法性 非法获得的证据 你们不要去相信它 他只是作为主持 然后原告和被告双方各自提交证据 既提交给法官 也提交给这12个陪审员 然后由这个陪审团来认定 这些证据是否采信 由这个12个陪审员 组成的陪审团 最后得出一个一字意见 认定事实存在 法官在按照这个事实来进行裁决 那12个陪审员是谁 在英国当时 就是由相同身份的人来组成陪审员 两个农民赠送的 那么就是 都由农民来组成这个陪审员 两个贵族赠送的 那么陪审员的都有贵族里面 由当地的贵族里面来挑选 这个就成为叫陪审团审判制度 后来英国成为一个殖民大帝国 在北美 在澳大利亚 在新西兰 在东南亚 在南亚 都建立了殖民地 号称日不落帝国 它的这种陪审团审判制度 就输出到各个殖民地 成为各个殖民地的审判制度 所以我们现在称之为叫英国法 或者英国法式 或者英美法式 因为后来美国也是采用这个办法 称为叫英美法式 那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过程 原来陪审团制度 从国刚才讲就知道 开始的时候 只不过是没有办法认定事实 是一个权宜之计 那么到后来为什么会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 它仍旧被英国维持下来 因为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 有很多法学家都认为 陪审团制度它代表了民主 少数服从多数 由多数人来做出决定 同等的人 受到同等人的公正的审判 你是哪一个社会等级的人 由你这个等级的人 来对你进行裁判 他们认为这样是最好的 所以英国有个法官讲 他说这个陪审团审判制度 是保护自由的永久的明灯 为什么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控制 你犯了罪 你侵害了别人 这个事实 由和你一样具有自由意志的人 跟你一样的人来加以裁决 那么这个呢 后来推广到北美的时候 在美国发生革命的时候 北美殖民地革命家 潘恩也极力鼓吹陪审团制度 他认为陪审团制度呢 可以排斥英国王室法官 在北美殖民地任意专制横勤 那么后来 美国宪法本身没有规定 陪审团制度 但是到了美国 后来的杰弗逊总统 给美国宪法加上人权法案 就是从第一条到第十条 宪法修正案的时候 把一个人接受陪审团审理 作为美国的一个宪法规定下来 作为一个宪法的条款 每个人都有权受到自己 和自己一样的人的审判 那么英国的法律 后来和美国的法律 合在一起 就合成为叫英美法 对世界影响非常非常大 人家本来没有陪审团制度 比如说沙皇俄国 沙皇俄国原来完全是由 沙皇派出的法官来进行审理 但是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沙皇俄国也曾经引进过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制度 因为可以让普通民众都有机会 参与到案件的审理之中 所以有人认为 他代表了司法的公正民主 西方的许多国家 也都引进了陪审团制度 但是为什么这样一种制度 到了马克吐风的笔下 就变得如此荒唐可笑呢 本期西方名著中的法文化 复旦大学郭剑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陪审团 这个呢 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陪审团审理呢 它具有一个很大的缺陷 陪审团在组成的时候 它是完全随机的 然后通过变数双方 通过原告和被告双方 它的代表就是律师或者检察官 或者是原告的律师 双方选择 那么就像马克吐风 在小说里面描写的 比较强势的一方 他会在选择陪审团的时候呢 做手脚 他会故意的让陪审团 由一些容易受到诱导的人员来组成 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采用这个办法 有选民登记册 你参加选举的选民登记的时候 有这个选民登记名单里面 然后任意抽取一批人 每天抽取 比如说六十个七十个人 到法院来报到 然后就等在陪审团休息室里面 某个法庭现在要建立陪审团了 就抽十二个人上了 然而十二个人就作为候选人 由原被告双方进行选择 有很多州都规定 一方可以不讲任何理由 就否决掉六个 那这边也否决六个 这边也否决六个 这个陪审团就完蛋了 全部下去 另外上了十二个 就这样逐步逐步挑选 逐步逐步挑选 通过法官同意 他可以讲述理由 再否决一个 所以组成陪审团就是个非常耗时耗力的过程 非常耗费纳税人的钱财 因为这些陪审团员来参加陪审团 他们的老板必须照付工资 这个钱必须照给 因为他们在履行公民义务 对于社会来说 他有相当的经济成本 选择成立以后 就像马克托恩在杜金时代里面讲的 陪审团在成立了以后 大部分人对于这个案件 他是不了解 有很多人也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 尤其是像布雷姆这样的 非常工于心计的律师 他会专门挑写那些看上去就没头脑的 或者逻辑能力不强的 讲话糊糊糊糊的 搞不清楚的人 这样在审理过程当中会受到他的诱导 陪审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 因为一般来说都是要采用一票否决词 12个人当中任何一个陪审员都可以否决 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 那么就要全部同心来进行讨论 如果陪审团一直形成不了的话 陪审团解散 重新开始挑选陪审团 所以这样一来 对这个案件审理的社会成本真的是非常大 那么陪审团成立以后 12个人要形成一致一件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因为在写那个判决的时候 有的人的文化水平太差 或者有的时候争议点被牵扯到一些非常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去了 结果在逻辑上面把最重要的一个逻辑关系给他忽略掉 这个就像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复活》里面一开始描写的 陪审团团团员因为大家那天都有事 有的是生病 有的要去惠情妇 有的要去做买卖 结果呢 慌慌张张在最后做出决议的时候 忘了写那句 被告是没有谋害的预谋 也没有实施谋害的行为 这句话就忘了写 结果导致马斯罗瓦这个被告 被判有罪 因为他们这个陪审团里面没有写清楚 应该一开始就写清楚 他是无罪的 结果呢 这个意见反而在写这个陪审团意见的时候 被他忽略掉了 犯下这种低级的文字上的错误 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因为陪审团制度有它合理性 但是呢 也有它的一些缺陷 所以就在英国本土陪审团呢 并不是一定在审判当中出现的 双方可以 请求呢 不需要陪审团审理 直接有法官审理 就在英国本土 陪审团审判 一般现在仅限于重要的刑事判件 比较重大的刑事判件 明判件当中 有很多都已经不再采用陪审团审理 在美国 因为美国宪法修正案规定了 有权 申请这个陪审团审理 所以在美国现在 基本上审判还是按照陪审团来审理 但是在澳大利亚 在加拿大很多地方 陪审团也不再采用一票否决值 就是采用少数服务多数 当然不能简单多数 三分之二以上 就能够形成意见 来避免陪审团天延日久 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意见 这种情况 好 我们从杜金时代这个小说的故事 我们讲到了 西方法律文化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现象 就叫陪审团审理制度 希望大家喜欢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明朝逢武三十年 朱元璋开科取士 考中进士的都是南方人 这引起北方考生的强烈不满 为平息众怒 朱元璋再次放行 特意录取之前名落孙山的北方考生 那么朱元璋明知这起舞弊案是冤假错案 为何还要对官员大开杀戒 明天同一时间 李斌教授为您揭秘南北方案上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